Hello 大家好,今次這部影片想說一下什麼叫努力值 如何幫精靈訓練努力值在劍場中 我們下一頁 首先努力值看網上搜索資料有寫 作為基礎點數,擊敗精靈後除了經驗值可以獲得的另一項隱藏數值 累積了基礎點數之後可以提升能力值 努力值上限為510,每項能力最高為252 能力分別為HP、攻擊、防禦、特攻、特防速度 也就是說這裡六種能力最高可以配252 510是最多的,不能超過510 簡單來說努力值能夠影響精靈強弱的 跟個體值不同的地方是個體值是天生的,精靈的天生 但是努力值是後天培養的 說這裡大家大致上都知道 其實努力值是影響精靈的強弱,需要一個特訓 是一個後天的訓練 到下一頁 最基本努力值的獲得方法是什麼呢? 我會講三個,第一個就是擊殺精靈 不管是野生、訓練家還是什麼訓練、競技場 他都會得到努力值 第二個,使用一個努力值的營養飲品 也就是努力值藥 劍盾裡面可以無上限使用 因為以往只有100隻,最多10隻可以吃 現在沒有上限,可以用到252,即26隻 好,第三個我暫時不公開 因為這個對新手比較複雜 而且我覺得趕來暫時沒有太多幫助 對新手了解努力者這一項 所以我就不公開了 OK,下一個 就會講一下擊殺精靈這個部分 剛才也講過野外尋找精靈去打敗他 計算自己擊殺精靈所加的努力值是什麼 由網上尋找 是一個傳統的做法 即是怎樣呢? 譬如我現在想要一隻加特攻的精靈 想練那隻精靈加特攻的努力值 就需要在街外找一隻 是他會加特攻的努力值的重 去擊殺他 這樣就可以得到特攻的努力值 就不斷打不斷打 就去到252 那就完結了 OK 到第二項 好 第二項就是直接用努力值 藥 這裡打錯了 直接用努力值藥去到最大的值 在宮門市的PC右手邊的商店是可以賣的 它的優點其實很簡單 是極速練好努力值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直播都知道 要練習的話其實是很快的 三分鐘內就完成了 不過缺點也是很麻煩 需要大量的金錢 練滿一隻起碼要52萬 因為一隻就有1萬 練滿一行能力值就有26萬 如果練兩個就是26加26 即是52 還沒計算另外的還有6點 252252還有6點 OK 是一個比較新奇的練法 只有劍盾的時候才會有 好 下一個 好 第三個就是暫時不公開的一個練努力值的方法 因為對新手來說比較難理解 而且這項練法比較適用於特別訓練的玩家 將會在下條影片公開的 其實這一個是專課一些中手以上 我會覺得 這裡暫時不公開 不過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因為它那個是一個選擇性 比較彈性的一個訓練 OK 努力值比較常見的配法是什麼 假設物理輸出手 假設物理輸出手 努力值常見的配法都是252攻擊 252速度 以及6的HP 為什麼會這樣配呢 因為252攻擊 252速度 是一個很基本的配法 就是一些輸出手會配的 沒有說一些原因 因為速度來說 越高速越好 攻擊的話 越高攻越好 所以就有這個配法 而另外的6點 其實事實配都沒有所謂 特攻的話 特殊輸出手就是 特攻252速度252 速度252 然後隨便一個都可以 視乎訓練精靈的種族值而定 比如對方 對方的話 其實原本是一隻血盾 血盾的話 精靈速度低 血量高 可以變為252血 252特攻 等等的配法 這些就要視乎大家想要怎樣的效果來訓練 OK 其實大致上就是這樣 其實也不算太複雜 不過 你需要首先理解 其實努力值 上限510 252 最高 有分這6項能力值 就是後天影響精靈強弱的一個數值 對 就有這三種方法 有這三種方法 擊殺精靈 使用營養飲料 第三個就暫時不公開 OK 最重要的就是 比較常見的配法 就是252 252 這個就是基本的 很基本 而且也是很簡單的一個配法 比較適合一些新手去配到的 就算不是新手也可以這樣配 因為這樣配是實無死的 一定是OK的 除非你有一些特別的效果上出來 就會進行其他方法去改善努力值 OK 這次的影片就是這麼多了 非常感謝各位觀看 我們下次回來再見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LIKE 還有還沒訂閱 未來有更多劍盾的情報或資料 還有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想看哪一類的教學 我都會盡量多拍一些 OK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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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